嗨 大家好 我是Gin 希望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把这个签到两个字打来屏幕上 那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何利用你的360度的360相机 去拍一些照片 然后克隆你自己 然后最后变成视频的样子 你可以发抖音或者是发B站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环绕的 这样一个效果的视频 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你自己在里面围绕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具体的话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展示 那首先是手机的效果 那其次的话就是正规的这种横平格式 16比9或者是18比9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看的 那如果你喜欢扣1不喜欢扣2 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吧 这个就不要硬杠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其实你需要的是一台360相机 一个三脚架 那360相机的话 我用的是这个GoPro Max 那因为我订购的这个Insta360 X2的话 还没有到 那所以的话我就用这个之前的这个GoPro Max 但是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在拍照的这个成像上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具体要怎么操作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来展示一下 首先你需要做的就是先固定好你的这个 GoPro Max 就你的360相机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用390架把它固定好 那另外的话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用你的手机去连接好你的这个GoPro 就你的360相机 因为你在拍照的过程中的话 你是需要用你的手机去做快门的 因为你手不可能这么长去按到你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快门 那具体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路过了很多人在看 我不知道我在看吗 那好的 那当你拍摄好这一系列的照片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你需要用到你的这个Photoshop 那把你的所有照片放进去之后 我们把它合并在同一张照片之后 我们可以用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Premiere Pro去导出视频 或者还有一个很凝巧的一个小软件 叫做The Top Plus 那这两个软件你大家可以用 那比如说你想输出比较高画质的这种视频 那你可以选择用Premiere Pro 那如果你只是想很简单的 你有了这张所有你把你的人像抠出来的这个 统一的这个Photoshop导出的照片之后 你可以放到这个The Top Plus里面去 很简单的用你的手指做一做 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具体怎么操作 那我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录屏 那在那个Photoshop里面的操作过程 然后再导入Premiere Pro的过程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The Top Plus里面的一个操作过程 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好的那我们首先打开Photoshop 那选择你要的第一张照片 好的那打开第一张照片之后 我们现在选择第二张照片 那就是图层2 好的然后我们删格式化一下图层 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把第二个图层上面多余的部分删掉 让下面的这个图层露出来 然后我们依次类推把之后的图层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下期就会变得描述 我们下期就会变得描述 这个图层一定的方式进行一个徐步 那么我再试试呢 最后再给我们下期就会变得描述 就会变得描述 我们下期就会变得好 那下面的视频 我们下期就会变得描述 好的操作完成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张这样平面的一个360度的照片 我们现在进入到The Top Plus这个APP里面 好的选择好你现在本地的这张360照片 然后它会有一些选项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我们选择Animation 就是动画效果 然后它会大概给到你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Little Planet 好的接下来我们开始添加关键帧 第一帧的话我觉得就在这个位置比较好 然后第二个关键帧我们稍微缩放一下 然后点击增加关键帧 然后下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往下拖 然后让它就是感觉进入到地面上的感觉 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逐步的旋转 然后我们依次去增加这个关键帧 那大概到转一圈回来 好的 那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又回去 然后感觉又抽离这个地面的感觉 回到原点 增加关键帧 然后缩放 增加关键帧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Premiere Pro怎么操作 那首先你要去到Insta360的官网 进入到下载页面 然后Insta360 YX2的页面下面会有一个3rd party 就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下载 选择GoPro FX Reframe Plugin 这样一个软件 它会到这个GoPro的页面 然后选择Windows的这个Plugin下载 然后你把它保存一下 好的 我们进入到这个Premiere Pro之后 导入刚才我们的这个Photoshop的照片 大概拉长一点点 然后去搜索GoPro FX 那大家会看到我们刚才安装的Plugin 拖到你的视线轴上 选择相应的4K的这个比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各项参数在这个地方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可以试着缩放一下 好的 那我们大概第一针缩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几项关键针都打上 那之后的话依次变换 就不需要再去加这个关键针了 好的 那第二个关键针我需要的就是把这个和刚才之前一样 就是进入到这个星球的这种感觉 就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抬升一下 调整一下位置 那GoPro好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Plugin会自带这个Motion Blur 就是这个动态模糊效果 看起来效果会更好 好的 那我们往前走一点之后 我们继续来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旋转 让这个相机感觉是自动在旋转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调整好之后 也是同样的大概转一圈的位置 那就你就依次然后往这个时间轴往后一点点 然后添加关键针就好 好的 那我们大概转了一圈回来 那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zoom out的过程 就是抽离这个地面的感觉 还是同样先缩小一下画面 好的 那回到圆形的这个球面 然后我们缩小一下 那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往后一点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可以多一点 就是让这个球转起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rotate的这个选项 那你就可以去调整它旋转的这个位置 同样也是依次添加关键针来做这个效果 好的 那你整个旋转好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导出就可以了 好的 那具体操作过程就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其实你也只是拍了很多照片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通过后期的方式得到一个就是这种效果 那你可以去发朋友圈炫耀一下 或者是去发你的这个抖音 给到大家一些没有看过的这种视频效果 那就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